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個我們叫做過來人信主的故事 其實在香港也有很多人參與一個叫過來人的事工 即是可能我們去監獄裡面探訪一些囚友 又或者一些囚友出獄之後 他的生活有些木者和弟兄姐妹會去關心他們 因為其實神都是很愛每一個人 即使我們有些囚友真的犯了法律上的錯 或者我們其他人其實都在生活裡面有不同的罪惡 但是神一樣願意尋找我們 我很記得有一個牧師就是我自己教會的顧問牧師 他跟我一起探訪一些囚友的時候 曾經去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當他帶一個囚友去信耶穌 但是這個囚友其實聽福音就聽了很久了 但是他一直都不願意去接受 直到有一次這個牧師就跟他說 願意帶領他信主 還問他有沒有聽過見證神的事情 他就突然間說 突然間很感動地說有就是他哥哥 但其實他哥哥也是一個過來人 曾經犯過一些偷蝕罪 和一些黑社會的罪惡 但我這位牧師就問他 為何其他人反而你沒有講到 但你講了哥哥這個見證呢 然後他就說 他記得有一次很少的事情 當他哥哥信了主 有一天在街上他們撿到一個錢包 錢包裏面有幾千元 他哥哥平時是一個黑社會的人 很少會入境處 他們不喜歡入境處 但是這個哥哥信了主之後 就拿著這個錢包在他面前 好像也沒有什麼很大的掙扎 就走入境處 他就見證著哥哥 所謂生不入官門 但他願意進入境處 並且一元都沒有偷就放下了這個錢包 但其實這件事 已經是二十年前了 但當我牧師帶這個朋友信主的時候 勾起他二十年前的這個故事 他就說這個小見證 正正是解決了他內心的一個疑問 他覺得不可能改變的哥哥 竟然也會改變 而這個見證 到二十年後生發了一個功效 就鼓勵了他 既然我哥哥得 我都可以去信主 今天我們經常會去說 什麼是作見證 我記得有人這樣說一句說話 叫真心製造自然流露 原來在生命裏面 我們有很多的言行 當我們用心這樣按著神去做的時候 往往我們不是為了人而做 而是做給主 亦都是真是自然地按著神的教導而行出來 但是這些小故事 這些小見證 往往就在神的手中 影響了身邊的人 這位弟兄最後因為他哥哥的見證 加上我們牧者的一個鼓勵 他就去決志 今天成為一個基督徒 弟兄姊妹 你的生命有很多微細的小見證 你都不要忽略 可能在暗中一旁 就有一位未信的朋友 看到你的生活的小見證 可能因為這樣有一天而認識耶穌 祝福你 活好每一天的小見證 成為上主的見證人 有不得吧 幸好 不得於是 有不得來 有不得來 跟麻婆 我 你 為一個人